紐約市衛生部近日宣布 首次在2024年檢測到市民感染西尼羅河病毒 目前已確診6例 其中4人患上西尼羅河神經侵襲性疾病 另1人出現西尼羅河熱病症 患者各自在曼哈頓、皇后區或布克蘭確診 疾病控制於預防中心表示 患病症狀通常在被蚊丁咬後2至14天出現 但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可能在幾個星期後才出現症狀 紐約市於星期一和星期三 是多個社區進行噴藥滅蚊行動 以減少蚊傳播病毒的風險 衛生部每天派遣工作人員 前往各地捕捉和檢測蚊是否攜帶病毒 民眾開掃描二維碼 查看所在社區是否被檢測到西尼羅河病毒 天雅衛士記者編輯報導 警告